第六十七回 正西大将军廉庚尔就向雍正皇帝说 奴才何时离开京城最好呢? 是因奴才带的人马太多, 吃的住的好麻烦下。 雍正站起身, 滋滋悠悠地对廉庚尔说, 你明天进宫去见皇后和廉贵妃, 后日是王道吉日, 由廷玉和方老先生摆走, 代朕为你送行。 哦, 对了, 岳宗奇送了密报给朕, 说他们村君和你的报下, 经常为一些小事拗叫。 你这次回去之后, 要好好地约束自己的人马, 要和岳宗奇精神共事。 大家将军和好了, 部队才可以安定的嘛。 大胆问了, 皇上, 奴才刚才没有听明白, 那三千军事, 是不是不用跟奴才回去呢?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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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干嘛呀? 你不捨得呀? 你不捨得呀? 嘿嘿嘿嘿, 那十个侍衛, 原本是朕派去你那里学习的, 他们另有使命, 要回到朕的身边。 你这次带回来的三千军事, 当然还是你的兵, 不过朕想借用他们几天, 这些兵练得确实是好事, 朕完兵之后, 觉得很开心, 想留下他们, 带他们去京畿各个军营部, 做一些表演, 让我们将军都看下, 学下, 你不知了, 这次京畿的兵, 何时见过这样的世面, 这样的军容呢? 你知部队留下, 那你自己走, 一路上又不用那么粗心, 这样各方面都照顾得到, 又何乐而不为呢? 雍正好好相遇, 连羹瑶想拼就拼不住, 想顶又不敢顶, 他心想, 唉, 那怎么办呢? 带来那三千兵士, 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心腹, 他们不止带将来不要命, 还是我连羹瑶, 拿银子喂饱了的, 只要我一声令下, 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, 斩头拼命, 都是一句说话的而已。 连羹瑶知道皇上面口, 说变又变的, 万一有一日, 皇上变了挂, 那自己的老本不全都要输清光? 但是现在西线那边已经没有了战士, 自己没有一些理由可以推唐皇上的, 他想了牌, 于是说了, 皇上啊, 那三千兵马虽然是我带出来的, 但他们吃的都是皇粮, 连奴才自己都是皇上的人, 主子怎样调道, 奴才应当怎样听命, 不过奴才斗胆, 想博主子一次, 主子知道了, 岳中旗进驻青海之后, 他手下的兵, 和奴才的兵很不合适的, 当然奴才这次回去, 是要和岳将军同心同德共事, 那奴才下面那些人难免有些傻子弄冲的, 万一他们搞出了什么事来, 奴才身边又没有得力的人去弹压, 怕不行, 况且, 下面出了事, 主子面子上都不好看的, 豈不是辜负了主子的一片心意? 雍正是忍住心烦, 听连庚瑶说了这么多, 都是笑笑的嘛, 啊, 不会有这样的事的, 你尽管放心回去啦, 就不会下次给岳中旗, 要他好好地约束队伍, 避免摩擦的, 你一回去, 天大的事都会烟烧云散的啦, 雍正说到后尾, 已经站起身走到门口边了, 连庚瑶就唯有跟不力塔的一帮人, 恭送皇上去到大营的门口, 眼白白看着皇上的御车, 出了封台大营, 那在回皇宫的路上, 雍正好兴奋啊, 他想, 连庚瑶有什么这么可怕呢, 朕先头略施小计, 一下就吃了个三千铁军, 敢在头石问路, 亦都是腐底抽身, 那一帮上书坊的大臣, 跟着雍正皇上回到西华门的时候, 天色艾满, 坐上张庭玉呢, 早上的时候只喝了两口奶, 就来到皇上的身边侍候, 整天下来有几次呢, 皇上在那里吃饭给他吃的, 但刚刚想吃的时候, 就有人来找他谈东西, 到现在都还没吃了一口饭, 回到来了, 刚刚想离开皇上去找些东西吃的, 怎么也听见皇上又叫他说, 停玉, 马齐, 你们想去哪里啊, 不是说好多要跟朕一起见人的吗, 张停玉一联忘话了, 哎呀, 皇上不说, 神机会不记得了, 不过皇上辛苦了一天, 皇上他应该休息一会儿, 哎呀, 朕吃得那么饱, 只是去了一次风台, 又整天坐在那里, 不累不累不累, 吻子身子不好就可以回去先, 舅父啊, 你跟着进来吧, 拦除了八爷吻子, 谁都不敢赶走, 个个乖乖地跟着皇上又回到养心殿, 在殿门口见到刘墨林, 孙家禁跟杨明氏的一班人跪在那树, 杨明氏是进京述职的, 孙家禁是从外地巡视刚刚回来, 雍正皇上走过的时候, 见到他们就说了一句, 你们起床等得了, 副总管太监仍然见到皇上回来, 就连望上前稳报说, 万岁, 李忽和尖师傅的史仪席都递了牌子, 他们没有旨意的, 奴才叫他们站在天街等候, 主子如果不想见, 奴才就叫他们回去先, 如果不是, 宫门落了锁, 没有凤特纸出不了去, 他们就要等一晚的了, 雍正刚刚走开了两步, 忽然听见史仪席这个名, 就站下来问了, 史仪席? 哦, 记起来了, 连羹育的童年进士, 传他进来, 说给李佛知, 明天再递牌子, 方先生来了没有? 那跟在一边走着的龙科多, 就一直想知道皇上为什么要留下他, 那时候就趁机看一下皇上的面子, 知什么都看不出来, 宰相张庭育那时候就暗暗叫苦了, 哇, 天都黑了, 皇上还要见这么多人, 皇上你不累的吗? 方包站在单池下边, 听见皇上提到自己, 马上就上前参见了, 事仁皇上很多次说了, 不用他行大礼的, 故事他只是作了一篇就说了, 神, 刚才去看了十三爷, 进来未够半个时辰, 呵, 好好好, 个个都在一起, 进来进来, 免礼, 痴坐, 这么热天时, 你们确实是很颈渴的了, 痴茶, 雍正现在好似很兴奋一下那样, 没多久, 那个史仪夕, 有一个小太监带着就走进来养心殿, 向皇上见缘礼, 退了下去跪下就等候皇上的问话, 雍正瞅了他一眼就说了, 呵呵, 外面这么多人排队要见朕, 你是兼队来的哦, 占师傅是个咸衙门, 你留夜求见, 为什么呀, 见那个史仪夕, 就地行了个礼就回答了, 皇上, 国家向来, 没有咸衙门之说, 想做的就实有事好做, 不想做的就算是忙, 都是出功不出力的, 咦, 雍正是想不到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说话, 好, 说得好, 那你今天有什么事, 要这么急见朕呢? 今年从四月到现在, 直帝山东两省, 狗汉不语, 不知皇上知不知呢? 什么话什么话? 原来你就为了这样的事, 急急忙忙跑来见朕? 哼, 朕怎么会不知道呢? 朕早就处置过了, 等你这么说的时候才知道, 你不是误了大事咯? 皇上, 天寒无语, 那是小人作怪所致的, 朝中有奸臣, 也都不是靠振制就能够免灾的, 在场中又一听这么说, 个个都恶了, 年了, 哇, 这个史仪直这么大胆, 他又说得这么明白, 真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, 张庭屋本来我都飘了冷寒, 也都提起精神, 想听听史仪直有何高见, 究竟要指哪个是作怪的小人? 雍正又被他这么说, 打了个冷震, 连拿着刚刚想喝的那杯奶都擠了些出来, 他冷笑一声就说, 哼哼, 史仪直, 你是否喝醉了, 想来朕这些发酒癫? 朕身边的大臣, 今天差不多在了树, 你说下, 他们哪个是小人, 哪个是奸臣, 连羹耀, 连羹耀就是朝中最大的奸臣, 哇, 史仪直此言一出, 语经四座, 殿内殿外的大臣侍卫, 甚至那些太监, 个个嚇得面如吐息, 不过龙科多就反而定当了很多, 事关矛头指在连羹耀那边, 那希望自己这次造反的阴谋过得骨啦, 再说雍正看着众人的表情, 又压压自己的情绪, 史仪直, 你敢弹是连羹耀? 好东西, 想捉拿连羹耀, 其实一点都不废事, 只用一纸文书就可以办得到, 不过, 连羹耀刚刚为朕建立了不世之功, 他的清廉光正, 又是满朝文武, 尽人皆知的, 你想告他, 那怎么都要跟他安安个什么罪名, 这样才可以吧, 不可以莫须有的, 咦? 独独刁钻的脾气发作的前少尼, 出了史仪直的意料之外, 不过没有吓着他, 他在要求见皇上之前, 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 连羹耀做过什么事, 结交过哪些人, 干预过多少件案子, 手挂过多少文枝文膏, 害了多少善良的百姓等等等等, 全部装在史仪直心里面, 他知道皇上那种阴狠歹毒的皮性, 也估计到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, 他没有点凸恐惧, 哪怕为此捐躯, 也在所不惜, 他自信一定能够说服皇上, 等他看清连羹耀的嘴脸, 将这个害国害民的独夫文财拉落马, 以他慷慨陈慈地说, 皇上先头说, 连某是立了大功的人, 但是自古以来, 边朝边代的奸雄人物, 不是为朝廷立过大功的, 曹操如果不是当平张国之乱, 又横掃了诸侯, 他做一上再上吗? 没错, 连羹耀是立了大功, 知这功劳从何而来, 没有皇上亲自提调, 没有全国上下的人力, 物力和财力, 单靠他一个人能够打胜仗吗? 况且连羹耀处置军事那时, 还夹杂着私心, 他说了和岳宗旗争功劳, 居然下令阻止川军进入青海, 致使敌军元凶首恶得要逃产, 就这样而已, 就足可以治他既然盗能之罪了, 洛敏是他推荐, 也是在他纵容之下, 山西才出了全省街贪的离天大案, 但是洛敏判罪之后, 连羹耀连一句引咎自责的说话都没有说过, 朝廷从康熙连奸, 就一直清理规空, 直直到现在, 还有湖港、四川、两港、福建等很多省份, 没有做到凡银入府, 其中的原因, 又是因为连羹耀从中作梗, 因为规欠的官员, 十个着感八九个, 都是连羹耀的亲信, 曼瑞可以派人去查, 神如果有一致虚言, 请斩神的首级, 以借连大将军, 嗯? 雍正刚刚想开声, 又被史仪直抢先拦住了, 曼瑞, 请给神奏完先, 连羹耀在全国选派官员, 那些官, 正在利部立党全案, 预缺职保, 就号称连选, 连羹耀食饭又叫做进善, 连羹耀的家努回乡省亲, 竟然要知府以下的官吏, 向他们叩拜行礼, 他的年薪只是一百八十两, 但他的私财已经超过了千万两, 试问, 这些钱他从何而来? 连羹耀这次带领三千军事, 浩浩荡荡地进京掩礼, 他沿途罪念民财, 收受贵路, 干预民政, 愚痛浩强, 他的车骑仪仗超越过皇上, 他在天子面前竟敢坐着授礼, 他见到皇公而不见礼, 见到百官只是额头, 假如曹操在世, 他的拔护, 娇猛, 无礼和狂妄, 逼得上连羹耀吗? 啊, 史乙直朗朗而言, 属到余嫂家珍, 历嫂连羹由勇兵自重, 专权欺君的罪过, 又句句海人听闻, 仰心殿里头, 人人听到心都震散, 也都暗自为他叫好, 史乙直还不停地说下去, 万岁, 当年在皇府的时候就说过, 离字那一篇真文章, 皇上登基以来, 又屡下严止, 要整顿屠风, 以离字为第一要务, 神认为, 整顿离字就必须要先诸涉居高位, 和国殃民的连羹耀, 连羹耀不除, 则国无灵日, 民无灵日, 离字之称, 也只是一句空话, 陛下如果能够立即斩连羹耀, 则万民恨心, 舍迹恨心, 上天亦必降长雨, 潤责我中华神州啊, 思乙直好激昂地说完, 跪回地在地下, 慢慢地叩头, 哇, 雍正皇上听到惊心动魄, 也听到入了迷, 谈恨连羹耀, 史乙直就不是说第一个了, 犯时迟早就走在前边, 怎样处置连羹耀的事, 雍正皇上和方包, 乌斯明地已经译过很多次, 这件事就一定要做的, 但在目前, 还未到下最后决心的时候, 不过如果不做处置的, 又怎样说服到史乙直呢? 史乙直的忠心, 当然是值得称赞, 他的本意, 都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, 他说出来的说话, 也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, 唉, 但他为什么早不说, 晚不说, 偏偏在这个时候, 才说出来, 和雍正出难题呢? 雍正还在思考, 仰心殿里头所有的人, 也都在等待着, 史乙直说出了人家, 还未敢说的说话, 他的说话, 确实是句句在理, 令到人没办法拼得到, 但他这个做法, 实际上令人不敢认同, 怎么办之好呢? 于是, 谁都不敢抢先说, 个个都等着皇上, 也看着皇上, 突然之间, 雍正好似把心一颇, 砰, 出来一拍面前张龙台, 哇, 桌面上的东西, 气喜叽, 咳咦响。 在这个时候, 如果他不处置廉庚姚, 就要处置史乙直了, 到底他选哪个呢? 要知后市如何, 请定下回分解。